坐骨神经痛案例 和原始点基金会去全球帮助 志工们立刻帮我温敷按推 让我身体不那么僵硬 当天下午我可以站起来 还可以慢慢走路了 我连续到基金会三周 身体好多了 之后每周去基金会一次 其他时间自己在家调养 因为接触原始点之后才知道 自己身体太寒 所以在家调理期间 每天都喝一千五百细细浓姜汤 白开水和淡姜汤尽量不喝 因为喝了之后没什么热能 全身还是无力 每天我彻底执行运动 爬楼梯四层楼八趟 扩胸运动及小跑步 让自己更有活力 有热能随时保持好心情 以前家人的一些话 就让我很容易冒火 现在知道生气会消耗热能 所以学习 看淡一些保持好心情 调养两个月期间 我又脑出血了两次 心脚痛一次 都能够自己及时处理 完全没有后遗症 皱骨神经痛也解除了 起身走路都轻松许多 还能够爬楼梯三十多层 更没想到的是 同时治疗了我身体 大大小小的疾病 包括痛风 甲状腺抗劲 和三叉神经疼痛麻木 已经完全康复 椎肩盘突起 坐骨神经痛 五十肩 内风湿性关节炎 手腕 脚踝痛 碗隧道真后裙 关节炎 胃食道逆流 肝眼症 膝盖痛 都好了九成 肾脏功能 髋关节痛 脚趾麻痛 气喘好了七成 甚至我的脂肪瘤也缩小了 一切都在进步 我要再加油 我相信跟随原始点 从基本治疗保健 一定会找回我的健康 我非常感谢张医师 感谢原始点基金会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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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